今天四郎讲这盘是一个对杀的棋局 实在是太猛了 我瞧一下出自2011年武士兴隆碑 象棋特级大师对抗赛 红方乱战天王洪志 黑方少年江太公许云川 红天王经常乱战弃子 这个咱们觉得很正常 许仙一般都是稳中求胜 但这回呢也跟着疯狂了一把 上了天王骑马开局 许仙充足顶马 红方也挺个兵 黑方正马 红方平风马 黑方横距 红方也横距 这把呢许仙兮里就一个字 快 因为这里有补象的变化嘛 这把也没弄 直接平距 要往前推足了 天王呢进袍过河 黑方就是冲 横骑平炮描底象 补象当然可以了 但这把就是要干 黑方禁足过河 底象不要 这样的话双方就是各有所得 红方打向江 上市 现在红方只有一个底炮 根本就对黑方造不成威胁 他怎么走呢 出局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机会突破 黑方马炮的防线 许仙也没有着急禁足拱马 先来个循和局 天王呢也不走这个禁军过河 他分鞭炮 这一步很有必要 让黑方的炮没法退到底线 那就先升下来 放在循和 天王早已算到 冲鞭兵 这是给红方的三路马站个座 留个位置 此刻许仙发起猛攻了啊 禁足拱马 不想给红方马回窝心 中兵的防御呢 降低了一层 黑方浸炮过河 把中兵给盯上了 要说乱战天王 可不是白叫的呀 他呢果断气掉 跟黑方对杀 走的是马三进一 下一步就是冲边边过河 踩黑方的炮 只要他一动摇 红方的局就能伸入敌军了 黑方的也不管了 平炮打中兵一将 先爽一下再说 这个不可能补相啊 抽着鞭马呢 他是灵魂 那肯定要这样走 给空头 而且保护了鞭马的安全 许仙一看有空头炮 想好好利用一下 这个八路炮呢 就没管 如果想稳扎稳打 可以这样走 只要红方冲兵 黑方就浸泡 可能觉得这样走太慢了 当时直接横鞠 红方进兵拱炮 黑方不要了 充足过河 红方一吃 黑方平鞠捉马 往上跳过河 踩鞠可以 但天王呢也不要了 直接平兵量鞠 黑方给马吃掉 现在就是说 红方着急下地一将 什么都抽不到 他呢先把这足踩了 蹬着黑方中炮 许仙退一步炮 红方呢进兵拱马 黑方再次弃子 双居夺底势 就问你红方怕不怕 天王说我好像不怕呀 你等会儿我再算算 随后掏出小学课本 初中课本高中课本 什么叫一经 哪个叫阴阳五行八卦 最后把蓝猫三千万一合上 走了招 进兵拱马 这步骑你就说 预涉含多少知识吧 那现在抵士人家不要了 黑方得砍呢 红方上帅 不能再将了 有鞠在看着 那就平足催杀 这帮手也不少 红方这时候 跳马 踩鞠 那这里许仙就算是平足一将 这个鞠早晚就得逃 着急平足 有可能还打草惊蛇 一想还是先退回来吧 放在家里也能参与防守 好了 下面一步非常的关键 大家还是可以暂停想一想 如果红方是你最想走的一招 其实是什么呢 好了 时间到 大家呢 放下双手 咱们开始收卷 四郎先说正手 红方应该是跳马 这手棋太重要了 锁住黑方的鞠 下一步红方就会进鞠江了 抽中炮 或者说用左炮打黑方的鞠 这两手棋都不错 不过呀 这是咱们想象的 天王没有走出来 他把这个顺序弄反了 当时先进炮打鞠 这是个败招啊 因为你没能够锁住黑方的鞠啊 他还能动 这个时候许仙平足一将 刚才如果红方跳的马 这里是可以平老帅的 那你现在的话 这鞠过来了一将 红方只能干掉吧 一吃 怎么走啊 不是就砍了 中间有炮吗 你上三楼 黑方把鞠挪到这儿 捉着红方炮 封住红方鞠 右边杀不死 一会儿黑方把鞠后退两步 就能平过来杀了 这是红方为什么不能平老帅的原因呢 思考再三 只好补相 好了 现在又到黑方行齐了 结果呢 许仙也出岔子了 随手把中士就挪开了 没有去抓紧进攻 正确走法 应该是退两步鞠 下一步用阻拱中相 红方哪敢打鞠啊 黑方拱向江 往左一闪 再退鞠叫杀 不是根本没用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位啊一人走了个败招 实战 黑方称势 红天王赶快跳马 把这鞠给锁住 不能动了 这个时候黑方退两步鞠 要进阻拱向 那这回人家红方有招了 平老帅啊 你不能这样了 上边动不了 就白给吗 这怎么整 拱向不带僵啊 红方可以踩 整挺为难 许仙持摇头 最后走了招退鞠 就是说下一步再用中足拱向 红方不敢踩 平鞠是杀齐 但是红方来得及防守啊 不是 拱向没用了 这里又平鞠江 电视 然后再平足 这个往下冲也是很凶 没关系 红方还有杭鞠 这进攻又停滞了 而且家里的鞠要丢 黑方走炮五平四 还是要拱式 红天王将军 对手唯有上将 红方平炮打鞠 黑方禁足拱式将 双奖用鞠吃没用 老帅吃 平炮死了 这也不行 那只有躲 黑方平炮将落相 禁足再将红方上帅 一招闭闭 至此黑方许仙认输 这个棋攻不下来了 而且红方右边已经五子归边了 怎么走啊 吃炮不敢 一将就死 上下都不行 两头堵 比较好的招法是这样 红方退炮 黑平炮用鞠将 往左 黑方打了马也没用 红方退炮将 这个躲老将没用 平鞠一抠 电视 退炮 绝杀 中式不能动了 这是躲将的 要是把这炮挪走 那就进兵将 上三楼 退居将 一夹 死了 特级大师对弓起来 确实很爽 但是这种棋呢 不是很多 关注四郎 我再找上一找 那就下期再见